大众印象中,宇宙大堪出品的时尚大片,应该是这样子的,在创业化的主题下,摩托一时毛巾制的造型亮相,对着镜头摆出极致视觉冲击力的pose。 然而,最近时尚八杀携手老牌女星金乔乔,推出一次土微大片,却推翻了大家对时尚大片的固有想象。 大家先感受一下吃瓜群众生动的评论,梦回九十年代现成,小时代,的孤立脉入中老年,到底这组大片有多土呢? 首先是拍摄主题,没有主题,纯白背景把屁上杂志logo接着就随金乔乔随性发挥了。 效果看起来跟披草成的产品目录差不多,然后是造型搭配,一个词总结就是,一读工读。 披草搭铁,特别是彩色的披草搭铁,本就容易遗传的娘爱,俗气,搭配上应该尽量用一些比较中性,硬朗,简直的搭品质中和。 小姐,譬如像这样,然而这组大片的造型师,却反其道而行之,将更多的娘为搭品堆积起来,一读工读。 粉色皮草配上粉色墨镜,粉色贝雷帽,逆位指数破标,绿配粉,紫配绿的死亡色皮草马甲,配上绸缎腰带,丝绒手套,这位乡真名愿,不敌吗? 小路相间的性感VS复古高龄的进去风,哪个你能pick?不仅,造型都灾难,至于post吗?网友找到了一张八十年代的画报照对比,简直一毛一样,然而就是这么一组土味大片,文案却写得极具文采,大家感受好这套,机缘,气满满,清新脱俗于一身,仙女味的造型,文案大大的滤镜怕有十米厚, 为了促进销量,现在从时尚大开到宇宙大牌,都希望尽量再接地气一点,之前Dio他的一段类似团购促销的视频广告,已经引发了时尚圈的集体吐槽,现在四大之一的时尚八杀,以来这么一波操操作,各位时尚圈的大佬们,是不是搞错了接地气和土味的区别啊?